社交名媛巴巴拉本来有机会成为一名电影明星 但在他嫁给了丈夫布鲁克斯之后 就过上了相夫教族的平淡生活 并生了一个可爱又懂事的儿子 名叫Tony 平时布鲁克斯不能经常陪伴巴巴拉 他逐渐地变得坐坐又放荡 布鲁克斯不答应他去夜总会 他就在路边随便来一辆车去跟人约会 随着Tony渐渐长大 他表现出了喜欢男人的兴趣向 巴巴拉最忧心的问题也从丈夫转移到了儿子身上 他帮儿子找了一些人解决心理问题 在那些人无能为力之后 他越发绝望 也更想改变儿子的性向 在Tony长大成人之后 他给儿子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布兰卡 Tony和布兰卡发生了关系 但他又同时交往了一个同性恋人 布鲁克斯则和儿子的准女友布兰卡私奔了 巴巴拉在机场堵住了逃走的丈夫 将偷情的两人大骂了一顿 又骄傲地走开 布鲁克斯没看到巴巴拉转头之后流下的眼泪 失去丈夫之后 他把更多的情感倾注在了儿子身上 Tony被母亲窒息一样的爱紧紧围绕 他经常给父亲写信 希望父亲能够回家 却从来没得到回音 在又一次搬家之后 Tony认识了一个新的恋人 但转眼间 那个人就出现在了母亲的床上 Tony脱了衣服躺在了情人身边 巴巴拉醒来之后有些诧异 但他很快就放声大笑 三人开始互相爱抚 互相亲吻 不伦之恋更加严重 后来巴巴拉带着Tony到了伦敦 他打算在这里开一家店 Tony却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 看着在沙发上颓废抽烟的儿子 他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儿子身边 主动引诱了他 两人性爱之后 Tony无法接受发生的事情 也无法接受越发癫狂的巴巴拉 他拿了一把餐刀捅死了妈妈 之后他像往常一样 点了个外卖开始吃饭 直到巴巴拉的尸体被人发现 Tony被送到了 关押犯人的精神病院 八年之后 他出院和奶奶一起生活 却又在一次争执中 杀死了奶奶而再次入狱 没有了巴巴拉的Tony 也没了生活的意义 他在狱中用一个塑料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亲的偏执 父亲的懦弱和不负责任 都是导致Tony悲剧的原因 如果有了孩子 请好好爱他 如果照顾不好 何苦让他出生呢